繼續探討各大政黨如何部署競逐立法會 用過新增的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 除了政黨 功能團體也對議席腐視淡淡 工聯會將會加快轉型 未來會積極參政 希望透過超級區議員議席 以及五個直選 在下屆的立法會 換屆的時候搶吞 擴大政治版圖 張志仁 政府定難每天8小時工作 勞工界的葉偉銘這日去到大圍派傳單 呼籲市民支持標準公時立法 又見到你了 你幫助我們很多 新增圍那裏 你做得很好 身為功能界別議員 都要落區喊咪 因為工聯會有慣例 功能界別議員只能夠做一屆 要再參選就要循地區直選的途徑 葉偉銘說 無論自己下屆會不會再選 做地區工作是工會的責任 打好社區基礎之餘 亦都提升工會的營受性 緊密緊實的一個基層的組織在這裏 而且這個能夠更加是可以直接 可以立即知道市民的心目中在想什麼 不要忘記的是我們會員工友 其實都是住那個區的 他面對的不單是勞工權益的問題 他仍然面對那個區的所有的房屋 交通 福利的問題 工聯會現時有四名立法會議員 兩名功能界別 兩名地區直選議員 會長鄭耀堂表明 工聯會會積極參與 那屆立法會選舉 五個直選選區都派人競逐 工聯會已經動員各個屬會 提名有潛質的人選 鄭耀堂更加不排除自己會親身上陣 各屬超級區議員的席位 副會長黃國健認為 現階段要再加強地區工作 為未來超級區議員等的選戰打運根基 工聯會希望在立法會裡面 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一定的代表人物 可以爭取更多的勞工權益 自然能夠起到一個互相協調 互相幫助它增加那個知名度 和增加那個給票能力的作用 黃國健說工聯會在下屆的 立法會選舉怎樣部署 仍然要視乎包括明年的 區議會選舉結果等多個因素 在工聯會內部討論和研究 才會有決定 亞洲電視記者張志仁報導